接下來的話,其實你說解決問題的方法絕對不會是單一個 只是哪一個比較簡單,比較適合你 所以如果說假如我們要把班級裡面的一班取得的話 其實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不知道各位應該有用過這個功能 篩選 那其實篩選在資料庫裡面其實就是查詢 那SQL語法裡面有一個叫slate slate其實就是篩選的意思 也就是幫你選你要的資料出來就對了 那所以如果假設我想要用篩選功能 那有點像這樣,我先把什麼 把一般的部分先取得 然後再把一般的資料有沒有 call到我要call的位置 然後再把它恢復 那不就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了嗎? 所以我demo一下 這邊的話我是用篩選 比如說我要二般的 那我用篩選 有沒有發現?篩選過來了 那這個程式的話其實反而更短 那你說老師那篩選我程式不會寫怎麼辦? 那你會錄製吧 錄再來改也是OK的喔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但是如果你會寫的話 其實程式非常簡短 可能比剛剛還簡短 而且不用回圈 程式只有三行 就解決了 那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要增加一個按鈕 一樣嘛 就是按鈕名稱叫 班旗底線篩選 那第一步怎麼做? 先把這個吧 我先把這個班旗 這個拿來複製好了 比較快 然後加一個底線篩選 好 有了 第一個 頭跟尾有了 那第二個 一樣 需要把舊資料先刪掉 所以這一行 一定要先給他好了 那底下的話 就做篩選 那篩選 其實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不只這邊可以用喔 以後你任何地方 你只是想要把你要找的資料找出來 並且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用今天講的這三行程式 都可以用喔 所以第一個的話 首先怎麼樣篩選 那第一步呢 第一行 就是把那個範圍框起來 OK 所以我們範圍應該是A2到A12 所以我給他一個範圍 那範圍的話 一定是叫range 有沒有 所以慢慢要懂得怎麼寫啦 那因為真的要 能夠自己想寫什麼 就寫什麼的話 其實真的不容易啦 可是我覺得也沒那麼困難 因為都有固定的章法 你就按照那個步驟 那後面的話就加一個點 那其中的話有個叫篩選 篩選的話 在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VPA裡面有個固定方法 叫Auto Filter 所以你打一個AU 你打一個AU應該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Auto Fill是 向下填滿 之前用過嘛 然後Auto Filter Filter就是一個篩選器 有沒有 就是篩選 那Auto Filter的話呢 其實你在空一格之後 你想說 那我要篩選嗎 空一格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其實後面總共有很多個參數 其實只要加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第一個參數 有沒有看到這個參數名稱 有黑黑的有沒有 黑字 黑字這個叫Field Field Field 中文意思就是藍 藍 意思指的是 第幾藍的意思 請問一下 你根據這個範圍 那你的篩選條件呢 需要在第幾藍呢 有沒有這個範圍 我要根據第幾藍 這一藍 這是第幾藍 第一藍 對 那輸入1就可以了 夠簡單吧 指的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如果這邊有五藍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藍 輸入1 漏點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叫條件 叫做Criteria 這個後面是1 Criteria 1 指的是什麼條件 條件是說 你要找第一藍的什麼資料 什麼資料 這個嘛 我要找二班 根據H2 所以這邊直接輸入什麼 輸入range H2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子第一行就OK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篩選 好 這樣OK 第一行 那第二行的話呢 它就會把二班的資料 先產生了 所以我先把它設中斷點好了 先跑一下 讓各位感受一下 讓各位感受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已經把二班的這個範圍取得 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call什麼 call這個東西 這邊 到哪裡呢 到B5這個位置 所以要把這個範圍call到這個B5 怎麼寫 剛剛才寫過 有沒有 所以 所以 偷懶一下 這邊call一下 來改比較快 那範圍的話 是 這個 它是B4 對不對 可是記得喔 如果你要call的話 因為它是隱藏很多 那如果假設你要寫的話 你要把它全部的範圍 所以你要寫 可能要寫B2 到 B12 應該1啦 對 112 那你說老師有些地方隱藏 對 隱藏的時候如果你call 會call不到 OK 然後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什麼 點copy 碰一個 然後放哪裡 放這個儲存格 這個叫什麼 G5 所以你就 拿這個call比較快 然後這邊改成G5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它倒車一下 讓它跑一下 看能不能call過來 欸 call過來了 可是你說老師為什麼只有一個 因為上面也被隱藏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 它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栽選把它恢復 栽選怎麼恢復 很簡單 就是 這一行在複製 後面不要藍 也不要那個什麼 哪個條件 這樣子都不要的話呢 那就是恢復原來的狀態 對對對 不寫就是恢復 OK 好 有沒有 這樣就寫完了 該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應該蠻容易的吧 只是說你要知道 到底它做了什麼事情 OK 好 那程度寫完了啦 那如果我們來弄弄看喔 所以我把它換一下 換成那個 這個一般好了 那一樣按篩選 一般出來了 按三般 三般出來了 你問老師為什麼你要閃爍 太快了啦 你可能 其實它有閃一下 但是因為太快 你感覺不出來 除非你用那個老舊電腦 比較舊的電腦 就會感覺 好像閃一下 現在因為電腦在跑太快了 完全沒感覺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這個程式應該不多吧 哇 感覺好像比剛剛簡單 所以喔 第一個 請你寫一個 這個叫班級篩選 那上面一樣 這個第一行一樣喔 先把舊字要清掉 主要這三行 不過第一行跟第三行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我這個地方是指的是 這個範圍的第一欄喔 指的是這一欄 那這個的話指的是什麼調遣 指的是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第一欄裡面的一般 那等到找到之後的話 幫我把B欄的第二 就是欄位名稱不要 因為上面這邊有了 所以後來如果你假設 連欄位名稱都要的話 那你又可能改成B1 對對對 然後Copy過來 放在這個儲存格 最後再恢復就好了 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啦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不是只有這邊可以用喔 其他地方都可以用 太多地方可以用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每天都在查一堆資料 那查完之後不知道放哪裡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套用 甚至你可以跨工作表 不是同一個工作表 假設你要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你可以把它摳到 但是前面一定要加一個物件 叫SHITS 然後哪一個工作表 這樣不就過去了 OK 試試看喔